这一周我们 晚上八点钟左右 走在盐平北路上 感觉非常舒服 一路没有目标 就是想要看看台北的夜景 它没有灯光 没有一开始就被它吸引 它却有着历史痕迹 日式西方建筑混搭风的建筑物 感觉就像上海外滩 那里的建筑风格一样 看到大门口才知道 它是国立台湾博物馆铁道部 清水红砖的建筑 搭配了水泥的装饰 有着苹果绿跟黑咖啡色的床冷 很多半圆形的元素设计 显示出它的工艺艰难度 一样是有着文艺复兴的符号 跟有着漩涡式的艾奥泥柱 还有回廊很漂亮 要是有灯光 它的分数一定就更高了 本来只是被陈恩门给吸引了 没想到会先被这栋建筑物 给抓住了眼球 晚上门口就是坐了几个年轻人 像是在讨论要去哪里 来往的车子非常的多 很多人在路口等红绿灯 应该都很好奇 这样的建筑物有什么好拍的 就像人生一样 别人看你风光 你看别人豪迈 各种滋味只有自己最清楚 早一天白天再来拜访 室内的建筑设计吧 走吧 过马路去台北府城 北门 也就是陈恩门 知道它是一百多年的历史建筑吗 曾经它也为我们阻挡过 一些的抗争跟灾难 它是从清朝到现在 外观虽然有一些斑驳 不难看出它的历史痕迹 虽然它的外形非常的简洁 但是它却充满着力量象征 家人们北门欢迎您 请用喜悦的心 幸运的手 帮我们按下订阅的按钮 这一周我们平静的小日子 Goodbye